作詞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同心送養主的生命 祂真陪的我們敬拜尊重 我們同心合一舉起聲接受 同身送養主生命 送養主生命 同心送養主的生命 同心送養主的生命 祂真陪的我們敬拜尊重 我們同心合一舉起聲接受 同心送養主生命 送養主生命 同心送養主的生命 同心送養主的生命 祂真陪的我們敬拜尊重 我們同心合一舉起聲接受 同心送養主生命 送養主生命 送養主生命 同心送養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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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娃娃 剛剛為大家演唱這首歌曲 叫做同心送養主生命 我常想 當我們在遊樂園裡頭 玩那個雲霄飛車的時候 覺得非常的刺激 非常的好玩 但是當我們的生命裡頭 在坐雲霄飛車的時候 可能滋味就非常非常不一樣了 那麼今天我們的來賓 在他們生命裡頭 正式有這樣的遭遇 在高處的時候 曾經是月入數百萬的成功企業家 可是在低處的時候 也體會了被黑道追討宅務的日子 那麼這其中 給了我們什麼樣的啟示呢 我們就請雷雷夫婦 來跟我們先生分享一下 首先為大家介紹的是太太 也就是我們的張恩惠小姐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然後是先生 王翰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先生,記得朋友 好 很高興你們能夠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 不知道說二位本來是從事哪一方面的行業 是 我是從事印刷的行業 我以前是做印刷的 是做從事房地產 百貨超市 以及量販店的那種大型的量多 而且它速度比較乾的比較快的 用印刷都是我們公司的 幾乎很多不同類型的合在一起 對 而且我們的設備 就是用西德海德堡的一貫作業的設備 二四十小時了 是啊 太太就跟你一塊一起創業就對了 是 然後聽說在事業最高峰的時候 工廠可以算是中和地區那裡的地標 不是嗎 是 工廠我們有兩千多瓶 零工也有一兩百個以上 是二十四小時的結果 我們的營業額 所以是業界算是數一數二的 有一個月到兩三千萬的業績 然後我們的淨賺 一個月都有七八百萬的營收淨賺 淨賺七八百萬這樣 一個月七八百萬 是 很多人覺得說一個月有七八萬很不錯 是 那如果說一個月有七八十萬 簡直是太厲害 可是是七八百萬 是 那這個時候 那時候收入達到這樣一個程度的時候 那時候你們真的有覺得 感受到那種成功的滋味嗎 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們雖然是機器 我們的員工還有我們的不動產業的增加 但是呢 也覺得說好像 我那個工廠裡面都是一些藝染物品 包括都是酒精那些汽油 一旦發生電線走火的話 我就等於也是破產了 所以我心裡就非常沒有安全感 而且我又有一個 因為我們機器要進來 都有經過去拜拜去看日子 但是發生過這個機器 這個師傅被這個機器夾進去 斷掉了 紅了二三十針 那個水油滿地的那種 就是我記得非常不安 非常痛 就非常不安 結果好像 好像 我就到處去求神問譜 就是沒有 就跟人家拜拜 去人家 這樣才會平安 只要想說這樣去拜拜 就求一個平安 那那時候太太 看到這些事情這樣發生 然後你又是要幫助先生 那那時候 你那時候感受是怎麼樣 對啊 我就是從二十歲結婚後 我就一直開始就是找神明 一些算命先 就是看有什麼 可以又賺更多的錢 一直 我就是裡面的公關 就是負責喝酒的交去應酬的 管理財物這樣 好像從小也是因為家裡頭 傳統的關係 對 所以你就是有這樣一個觀念 碰到事情要去 就是要找神明 或者碰到不好的事情就是 觸犯了某個神明了是不是 對 我就要問算命先了 那那個時候工廠出了這樣一個事情 然後你們的一個解決方式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工廠出了這個事情 我們記得說 想說 我想說 我記得我有拜拜 有看日子 還有發生那種不平安的事情 所以我求平安的心就很迫切 想說 是沒有拜到 或是沒有拜功夫 或是我的精神燒不夠呢 所以我就想說很迫切就要求平安 所以就大廟小廟 一廟楊的廟 無極有極的廟 是前神走偷偷拜偷偷 就是拜得更積極了就對了 我認識很多法師 地理師 廈命師 這些仙呢 其實他請他求平安的方法 他就給我講說 你的是 你因為是卡到陰的啦 卡到陰 你必須要什麼 要冤親債主 要向你要盤產 你要燒很多的金子 很多的銀子 還有燒很多的那個什麼 那個蓮花給他 還不夠呢 還要你衝到換到殺到客到 你要 還要我吃很多的福令 這個福令也有燒的 也有吃的 也有洗的 貼的還有袋的 這個種種 很花功夫 對 還有什麼計 什麼客觀 水觀 火觀 這是什麼病虎死無關虎 那這樣聽起來 每天都要去做這些事情 好像你工作就不用做了 是 今天當然就是做這種事情 而且他先給我講說 你這樣做的話 你才會平安 如果沒有做的話 你以後會很慘 工廠會失火 家裡會家破人亡 非常淒慘這樣 那在做這些事情之後 是不是真的覺得有幫助到 完全沒有 沒有幫助 因為我早上跟晚上 都要花五、六個小時練佛精 然後一杯水要喝的時候 大杯之後要練四十九倍以上 我才有喝那杯水這樣 那四十九倍 已經是多長的時間過去了 差不多要半個鐘頭 半個鐘頭以後要喝杯水 對 不停的講話之後 才能喝那樣一杯水 那這樣的日子過了多久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從因為有一個師父 他的手受傷 這樣的事情開始 然後讓你們覺得說 就是要去找這樣子的一個平安 是 然後找了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就不賺了 一直找這樣 那通常我們成功的企業家 那我們的老闆娘呢 都會很容易擔心一個問題 那就是先生有樂 對 你那時候會這樣擔心嗎 會 因為我就是 三明先生跟我講說 你老公 腫得那麼帥 外面一定有小老婆 你一定要製桃花 那我就問他說 要用什麼方法 他說很簡單 你準備三百萬來 我就可以把這個桃花製掉 小老婆就不會糾纏的 可是他喔 春夏秋冬 一臉要四次 每次都三百萬 這樣一直 就是每次這樣 一直受捆綁 三百萬 三百萬還不曉得是 多少人的年輕 而且喔 我又不能跟人家講 因為我要先發誓 不能跟老公講 不能跟我父母親講 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對,只有自己一個人知道 所以這是很有計畫性的一個騙局 對 那你是怎麼樣知道說 這一招是沒笑的 因為我從... 看到了 然後我就去找他 他就跟我講說 你老公一定有小老婆 你要趕快把這個桃花 他就要做法事嘛 他製掉,他就會回來 可是我發覺到說 他一天到晚都想要 叫我拿錢過去 所以變成說 三、四年以後 我就認為說 好像受到... 受騙的樣子 所以... 可是這三、四年之後 大概也有幾千萬花下去了 對 光我自己就花兩千多萬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日子 那時候這樣二十年追求下來 你們那時候的一個感受 就是覺得說 其實聽到這裡 很有興趣想要請教二位 就是說 你們覺得在那個時候 是為了什麼原因 你們願意這樣 一直不斷的投下精力 不斷的投下金錢呢 那個... 因為我們拜了很多的各地方 因為我們是非常用心 那種虔誠的去拜神明 就是請教這個法師家明師 但是呢我們很無奈 為什麼我們沒有求到平安 因為我們每次啊 我們燒很多金子 很多金子、銀子 要得到平安 但是呢 這些相明師 就是也沒有辦法來解決我們平安啊 但是我們就去... 還到處去追求平安 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 一個客戶啊 他有一條那個帳 就是我們的印刷會 四百萬要退票 已經退票了 後面還有七百多萬 馬上會...可能會... 接著會... 沒有辦法給我們兌現 這時候呢 我們介紹到南部有一個... 就是一個叫天后宮 旁邊有一個法... 法相明師很厲害 他說 他的神明好像好像 很高了啦 然後呢 他說叫我去找他 他說這個把錢會要回來 不會退票 這... 對,那這時候呢 我就去找他 他就看到我 他說 他說... 這個... 王董看他 看你這樣 這樣... 你不忙 不要... 你... 就是... 不要那個... 悲觀啦 他說你要落觀啦 我想說要落觀 就是說... 我想說... 我說... 你真是很厲害 滿厲害的 他叫我說要樂觀 我想說 今天我兩三天睡不著啊 就是因為這樣來找你啊 就是樂觀不起來 他說不是啦 他說不是要叫你樂觀 不是叫你樂觀 就是叫你堅錢啦 就是... 要樂捐 樂捐啦 那我說要堅多少 他說那個廟那個金爐 要一百萬啦 他說你堅金爐的話呢 你這個等於每天跟你... 再給你存錢啦 所以你... 整個那個賬戶 你的銀行賬戶每天給你存錢 所以你一定不會被倒 而且你會變... 你會變很有錢啦 真的是 聽都沒聽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是 那這個方式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來聽他們夫婦 為我們做的分享 謝謝 回首再回首 回首再回首 看看你走我的路 多少風險 多少付出 他這回來的筏 還有幾分留戀的你 今天是否有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同走一条路 我们走过一道道口 再没有流浪的背影 要把灵魂拯救 作词 李宗盛 看开你走过的路 多少奉献 多少付出 光影是否虚度 离开家门的时候 却只要跟住走 还有几分流泪的你 今天是否成熟 知道没有贪图 知道多有对付 也有愁出伤心的时候 但你也没有回头 我们同走一条路 我们走过一道道口 再没有流浪的背影 要把灵魂拯救 知道没有贪图 知道多有对付 也有愁出伤心的时候 但你也没有回头 我们同走一条路 我们同走一条路 我们走过一道道口 再没有流浪的背影 要把灵魂拯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遇到一点挫折 他们开始就去找一些命相师 凯宇师来想说给你们一些帮助 就没想到反而那好像是一个前坑 这个平安不但没找到 反而更多的恐惧也跟着来了 然后我们刚刚也聊到说 那时候你们在南部开始要去做金炉 后来发现金炉 金炉说你要做的金炉那一百万 他说他 因为你以前拜错了 就是搬香蕉 湾湾区区的葡萄 葡萄 洋桃还有桃子 钱都逃走了 说拜错了 一定要做金炉 而且如果台南 各位朋友去台南天后宫 以前一个台北王某某 那就是我本的那一百万 是 所以现在还看得到 你的名字在那上面 对 是 后来我们后来那县命师论了说 这样会得到平安 其实单纯了我们那个钱花了 也没有得到平安 花很多钱去 那个平安金 消灾金 还有那些花财金 烧很多也没有平安 没有多久他跟我讲说 我们综合的工业大厂房盖好了 他说那个做不起来 有凶神二傻在那一边 所以我们必须要雕刻 跟人一样大小的神明 二十尊 这样的 里面要装那个针的金 金牌 跟便当盒那么大的金牌 厚度差不多有一公 将近一公分的厚度 雕刻这样的 台湾十大守护在里面 写在里头 在那个神明 那个神明的 那个木头里面 是 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不只是去拜 那个所谓庙里头的神 甚至你们也要自己 造一个偶像 然后这个偶像是 在工厂里面 现在还活着的人 是 造的 不是 在没有 像神明在工厂里面 雕刻根人那么大小的神明 二十尊 是 是 那用十个法师去 去用做法事 那那个金牌 纯金的 用纯金的 纯金的法 就是这些宝物 包括针织 银的 就是针的 纯金的 那在里那个神明里面 用法术 十个法师去做法事 他就把 这叫无鬼运财 把这个十个守护 台湾十大守护的钱 运到我们工厂来 这样我们才不会被倒 也不会 不会 就是不会没有钱 这样子 是 当时你听他讲这些方法的时候 你们真的就 就觉得说 一点都不怀疑 就 我们当初想说 好啊 那没关系 我们来弄啊 我们想去 去做 听他的话去做 说这样的话 你才会平安 不然的话 如果说你做得起来的话 半年 他说如果你不做的话呢 不做的话呢 他一定会倒 说我们会倒 他说不会 他如果不倒的话呢 半年以后去拆他的 挂了四十几年的看板 他的这个项目室的看板 所以我们就是认了说 他讲应该有道理啊 所以我们就去 去跟他 叫他话去做 后来呢 叫他话去做呢 经过了三 他就说 你要先在生命面前 先做主 又发誓 说你要不应该跟大家讲 如果说 生命面前有 直辈 拐杯 拐三杯 生命有答应 他有帮我们做 如果生命没有答应的话 他也无能为力 上次有一个 听起来很有道理 是 听起来他也很 很尊重 是 那后来结果呢 后来 他说 我要直辈之前 要先发誓 说我必须 一年三百六十天 要每天 要几万块给生命 不能讲 讲的话 还要发誓 不能跟人家讲 讲的话呢 无礼盖定 全家属光光 这样两样 一定要先发誓 他就带我 那我想 我要直辈的时候 我在拐杯 的时候呢 他说 你不要犹豫 我在犹豫 有时候代价太大了 这个项目室说 你不一定拐杯 因为上次有一个 只要拐杯 拐不杯 要给他三千万、五千万 他也无能为力 所以呢 因为我在犹豫说 你保护 只要拐三杯 后来我知道说 那个杯 里面是灌签在里头 灌点 后来才知道 后来才知道的 对 后来我就听他的话去装 就是按神明 但是呢 三十六天 就是一个多月以后呢 就来装了 把神明 他来法师来做了 那一天 他说这样的话 三百六十天 他说神明讲 直辈以后呢 一天要七万块 所以我那一次的做法是 就花了两千多万 是 两千多万 那太太 当这些钱呢 每天都这样 讲成那样出去的时候 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老公讲的是 死于他知道我知道 还有我个人他又一直坑我 他说你们生意越做越大 跳票率一定越高 然后神明也要百英的要做 他就叫我们去买一块那个墳墓 一个棺材 然后我们的指甲 头发 然后相片 稻草呢 这样盖下去 一般死人是写黑字 然后我们火的是写红字 说这样是把不好的命运 变成会好 然后被人家挑票会要回来 可是我花了四百多万 也是没有要 没办法把那些退票的要回来 我就这样一直吃不下 睡不着 我刚开始安眠药是三颗五颗 一直加症 因为我很会喝酒 我中午差不多十七瓶 绍兴酒还不会醉 那晚上更不用谈 所以变成说 这些普拿藤跟安眠药 对我来讲一直没有作用 所以到最后 我吃到最后要六十颗安眠药 才可以睡一小时 然后那个一小时又不是真正在睡 就大喊大叫的 很不安很不安宁 然后普拿藤一天要吃五六次 刚开始是量三颗 到最后还是到四颗 每次都要吃十颗 然后一天五六次这样 我的酒精量太多了 一些药都没有下 所以我的身体就一直没办法支撑下去 好像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体重掉得很快是吗 各位不要以为好像说这些事情只有发生在他们二位身上 好像这个状况也波及到您的孩子是吗 是 那那个时候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我们拜这个下面身子给我们拿那么多钱 而且我们他还不够 因为我好像被捆绑一样 像抽烟跟吸毒一样 被捆绑我一定要去找他 他要给他花他的钱 他要去问他才可以睡觉 还可以吃饭 这样子就被捆绑住了 所以我非常的痛苦 那他后来他又给我 就跟我们那个 就是叫我们装那个 就是那个小虎爷 就是说在那个庙 就是那个庙下面那个神明 这个神明的 他不是有一个庙里面 那个神桌下面那个小虎爷 说雕刻那个的话 会要什么大奖 或什么你摸 说投标会标中 会中标 会投标一定会标上 然后想就相信他 结果后来也没有了 后来也没有 后来我们那时候没有多久 就因为这样子 发生了 因为我们太太 就是从酸肉摔下来 同时因为他是 忧郁过度 没有吃饭 被倒 一样就大量的被倒在 而且吃了这么多药物 这样精神很不好 对 所以早上以后 就是内药外 里面的纸张被搬走了 机器被脱 神明跟神舟 已经要被人家扛走了 然后我的所有不动产 一二十栋的房子 全部被还原拍卖了 变成一五所有 掉到你的身上 非常的痛苦 那不晓得怎么办 要跟人家讲 因为有发誓 又不能跟人家讲 那种内心 实际上是没有尝试过的 真的没办法来去体会那种味道 而且在黑暗里面 这种痛哭 没办法 而且朋友亲戚都离我远去 亲戚朋友每天都走 不知道 他也没有办法来处理 真的是非常痛苦 我家 我那小孩子 他从英国回来 也非常没有饭吃 我们家四个人吃一碗泡面 有时候他去找工作 也没有钱坐公车 真的非常的痛苦 虽然极端痛苦的时候 我们想说 人生真的是那么没有意义 真的没有意义 而且到处追杀 小孩子这样 饥寒交迫 到处变脱 好像颠沛流离 跑来跑去 追杀 我们就跑 就逃 逃来逃去 不晓得什么 逃到哪里去 所以非常痛苦 我在那时候真的很结望的时候 我还瞒着我太太跟我的小孩子 有一个黑道要向我要的 我的肾脏 我还瞒着他说 好 我给你没有关系 因为我想人生没有什么盼望的 你要器官我就给你嘛 他说要演讲吗 我说没有关系 我都给你 因为我想说人生没有希望的 后来我们 我的儿子 我两个孩子 他也认了我们很痛苦 就是真的是 真的没有盼望 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就坐一台车 要从一个断来里面 要开下去 就是要自杀 就被卡住了 被栏杆卡住了 就上不上下不下 自杀死不了 真的 就是没有死 很痛苦 两三次都这样子 是 听到这里真的觉得说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一切的发展 真的就好 比电影还要戏剧化 那么在 已经人生走到这样子的一个谷底的时候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明天再一起来听王翰夫妇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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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祢 很开心呢 今天同样的 我们还是请到了王翰夫妇 跟我们做分享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张恩惠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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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王翰先生 你好 对 大家好 我们昨天聊到说 二位曾经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可以算是印刷界大亨 月入数百万元 然后一连串 因为生意上有一些小挫折的时候 开始去到处求生 问补 找寻那个平安 可是真的花了很多的钱 花很多精力 然后真的是把身体 把精神都折磨 不但如此 也拖累到儿子 是吗 对 再跟我们还可以一起回忆一下吗 那时候的状况 就是回忆就是说 那个儿子 他是我们两个儿子 他从中正机场 回来的时候 很多黑道在追杀 然后我们也是 就到处走 躲躲藏藏 那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 因为 逃给黑道追 因为他们 无论是多少钱 他都要请黑道 而且关事一大堆 关事也是很多 这种情侣之下 我那时候瘦了 剩下46公斤多一点而已 本来是几公斤 本来是74 然后我有一天 搓三八半的香烟 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那时候非常地痛苦 小孩子也没办法生存 因为打工70块 有时候一个钟头70块 他们因为刚回来的时候 也真的是非常痛苦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寻求 去解决生命 结束我们最痛苦的人生 是这样子 好像那时候 还曾经黑道逼迫 你说要把你身体的器官捐出来 是 我就帮助 我儿子跟我太太 因为我想说没有关系 反正我要自杀 我要死了 我器官给你 我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他也有帮我 他就押我到 利用出庭的时候 押我到基隆河去 要拖到海里面去 不是去喂鱼 拖到海里面去 像我想说 这个真的是非常地痛苦 所以我是没有亲身体会到 那种痛苦 不平安 而且又被倒 然后又亲戚朋友又远离 真的是身心里面 真的非常地痛苦 真的是没办法来 没办法来一分一秒 来能够来生存下去 当然心真的想要去饿的时候 那个饿真的是 很难的可怕 是 好像当你们人生到那样子的一个地步的时候 真的就想到很不好的虚警是吗 是 对 你们那个时候曾经用过什么样的方式 想要 我想说请那个张恩惠来 因为我们一失败以后 就黑道天天追杀 然后法院就是很多人告我们 然后我们一出庭 就五六十个黑道 想要把我们出庭出来 就把我们押到基隆河去喂鱼吃 他每次我们都很就很担心 我就叫他儿子说 儿子啊如果我们吃庭 一个小时没出来的时候 你要赶快报警 因为如果没有报警的话 我们常常都被黑道压器 一两天才放我们回来 所以我们那个心里都很不平安 我每天都想说 我要怎样去自杀 比较好 所以我就想说 啊撞计程车 然后我死了以后 可以拿一些费用 给儿子他们生活费用 可是当我要去撞计程车的时候 计程车都把窗户弄下来 都骂我说 你是风子啊你想要死 我跟他讲说 我真的想要死 你不把我压死 我很忧異啊 就 然后这样之下没办法死 我又想说 不然摩托车也好 所以我又想要去撞摩托车 那不把我撞死 又冒我说 你是神经病啊 你想要死啊 我跟他讲说 我真的要死 可是这样要死之下 也没办法让我得逞 我真的很痛苦 啊因为家里一毛钱都没有 水表 瓦斯表 电表 全部都没有钱可以交 都被拔走了 我们这样很痛苦 要死也死不了 所以我们没办法之下 也总要生活嘛 就跟儿子讲说 不然你就帮妈妈找工作 因为妈妈从二十岁到四十几岁 都当老板娘 又没有一剂之长 我也只有可以炒菜跟洗餐盘 啊 清理这个地板 所以我儿子就帮我找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在灯化北路咖啡 剪菜那边炒菜 我想说利用人家吃剩的 可以包回来 给老公跟儿子吃啊 可是餐厅都有规定 员工不能拿东西回来 我就骗那老板娘说 我们家里有三只小狗 没有饭吃 我可以剪人家剩的回来吗 我的老板娘 她说可以啊 可是她天天都看我在剪东西 她说张迪你剪东西 为什么那么有卫生 饭菜都另外包 而且你们家里的小狗 为什么酸的辣的 然后咖喱鸡也多吃 她不知道天底下 乞丐还真的有 我跟她讲说 我们家的小狗 她有东西可以吃就好了 不挑食 然后我晚上五点半到十点半 是在民生东路 如斯葵餐厅 跟儿子 一个大儿子是在做服务生 小儿子跟我一起洗餐盘 跟清厕所 第三班是凌晨十二点到早上六点 在凯越大婚店 是三温暖的地板 这样我三班加起来 不够我吃普拿藤 还有安民药 还有到处去问神 因为我一失败还是到处去问 问我如果怎样的话 才能东山再起 所以我还是继续去找一些神明 这样子 可是真的都很不如意 听到这里觉得真的很 就是内心觉得非常非常的酸楚 因为曾经是 就是那种女强人 是老板娘 是那种中午可以喝掉 十七瓶绍兴酒的那种 女主人 可是现在却要去洗餐盘 然后还要捡剩菜剩饭回家 给孩子吃 但是情义何堪 然后那个时候先生呢 先生在从事的工作 我是两三一半的工作 我在抽烟 一天做三八半的香烟 然后我是做 就是说晚上在做检位 然后中午就是帮人家送便当 白天帮他推销东西 回家那时候非常痛苦 一天到晚就是惊慌 恐惧 不安 就这样的心就是绝望 不晓得怎么办 就是苏醒落魄 不晓得怎么办 那时候 因为同时那个时间 还是有黑道在讨债 对啊 就这样 那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方式 去躲避 我们先跟我讲说 我要搬十一个地方 才能中山代行 所以我第一个地方 是搬到那个中河 那个陈天寺那边 我想说搬到山上 跟一些富有的住在一起 可能人家说 跟好运的人在一起 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就搬去那边 我不知道说运气很不好 搬到那边 左邻右舍也都是生意失败 来躲在那边 所以每次人家一按电影 很多都探讨出来看 那个是要来找你还是找我的 如果找我的我赶快躲到隔壁 如果找隔壁赶快来躲我们这边 所以都是躲躲藏藏 如果我们被黑道发现说 我们住在这边 我们又赶快搬到中壢桃园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一般都搬 都住那个套房的 就是睡袋弄一弄睡 如果人家抓到了 我们就赶快又躲到别的地方 这样我们都这样躲躲藏藏的 白天都不敢出门 然后等到晚上到十一二点的时候 才出去看有什么可以 就过生活这样 在那段期间 孩子也是跟着你们这样子到处跑吗 对 有时候就都逃 所以等于他们那时候的学业 也就中断 有时候都没有在读 那时候都没有在读 那在那样的一段时间里头 孩子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是 哇 我不接受这样的父母 我不接受这样的家庭 没有 他们心里只是 常常跟我讲 妈妈干脆我们 就弄汽油泼一泼 打好机这样弄 我们全家死了算了 或者是我们全家去跳 他也是跟着我们说 干脆全部死 不要说留着他们自己没有死 我们先死 是这样的 很痛苦的生活 一天等一天 一天再盼望一天这样 我和夫妇这样子的生活 后来是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听他们的分享 我觉得这些是最好的朋友 在黑夜,我已看見黎明 在黑夜,我已看見晨曦 在黑夜,我要相助昂首 在美的歌,更加動聽 在黑夜,花香更多 在黑夜,腳步更加堅定 在黑夜,黑夜的路 已經沒有集成 你接近,不要為主盡重 在黑夜,花香更多 在黑夜,我已看見黎明 在黑夜,我已看見晨曦 在黑夜,我要相助昂首 在美的歌,更加動聽 在黑夜,花香更多 在黑夜,腳步更加堅定 在黑夜,黑夜的路 已經沒有集成 你接近,不要為主盡重 在黑夜,我已看見晨曦 在黑夜,我已看見晨曦 今天非常開心 能夠請到王漢夫婦 來我們分享他們奇妙的 生命經歷 剛剛在前半段我們聊到說 那只是數年前的事而已 那一段時間是 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候 黑暗到甚至想要 全家一起去尋短劍 是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樣可以看到 一個轉機的 非常痛苦,非常驚慌 非常恐懼的時候 我突然自殺沒有成功的時候 我突然就是打個電話 給一個就是葉小姐 葉女士 葉小姐 突然打給她的時候 就很奇妙 打給她的時候 她竟然跟我講說 妳後天有空過來參加一個聚會 那我打給朋友 人家都拒絕 去找她人家都不理我 我找給她,她很像有愛心 我就趕快 我就是後天 她說後天去跟她相聚會 我就參加了 結果呢 參加的時候 她看到我的時候 她幾乎不認得我 因為我從74公斤 變成不到47公斤了 然後看到我了 我跟她講 聊了沒有多久時間 然後聚會完之後呢 她給我講說 妳 就是等於說 就是神啊 開這個道路 為什麼 這是人家人的盡頭 神的起頭 這是很奇妙 她就跟我傳福音 那我就 因為這樣她說 妳拜了一萬尊 花了上億的 妳拜的不是真神 那我說 她就給我講說 我們現在有信靠這位 是創造宇宙萬物 她獨一的真神 神愛世人 甚至把她獨生兒子 賜給我們 為我們擔當我們的罪 她是她真的獨一的真神 那我想到說 對 我就只有這個耶穌 沒有去敬拜她而已 那我想說 我那時候 以畫妹是失望 那以畫妹就是 非常高興 高興說 我終於 判那麼多的神明 我終於 獨一的真神 知道說 這個耶穌是獨一的真神 但是呢 我又失望說 我現在一無所有 哪有錢去拜呢 我以前拜假神 就花了上億了 那拜的真神 豈不是花更多呢 這時候呢 我就 就是 我想說 我盼望說 小姐那 那我請問一下 那要花多少錢 她說 她說 我們上帝 四個臉 會敬拜這個上帝的 使用心靈跟誠實 拜祂就可以了 我說 真的不要錢 她說 白白送給你 她說 到哪裡去啊 去拜啊 她說不要 只要你口裡相信 國裡相信 任天事為主 心裡信 神祂從屬裡護我 就可以得救 所以我這樣的因而受 信而受洗 就是變成你的心造的人 這樣子 就是變成 變成說我的平安喜樂 就充滿到我的心裡 我以前的恐懼不安啊 就是一掃而光 我就從一個 出黑暗入光明 這樣子 就是平安喜樂 有盼望有益 有連身有方向有目標 就是有依靠有安慰 是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你就找到一直想要找到的 那個平安 是 那後來那些債務啊 那些困難 那些問題怎麼解決了呢 因為我老公先認識耶穌一個禮拜 我是88年7月15號 剛好因為那時候 越秀民越長老 就突然晚上11點多到我家裡 然後因為我第二班 10點半剛好下班 都奇怪我們家裡 怎麼有一個陌生人在暗電 那時候我很害怕 也是載出來了 我說這是新的 不知道要欠他多少 所以我不敢過去 然後我看我老公出來 他就跟我講說 你過來 我介紹一個那個 我們的客戶 就萬達健身那個 岳父總讓你認識 因為我不認識他 然後我們就進去了 進去以後他看我 我們家裡都神明 我們祖先的牌位 都有 然後牆壁都拜得黑漆漆的 他跟我講說 王他你天天都這樣罷 我跟他講說 我每天都在 早晚都有練佛經 然後我一杯水要喝 大杯醋要練 49倍以上我才有喝 那我這樣 我不但不平安 而且安眠藥吃得很多 普拿腾吃得很多 而且我官司又判 我們夫妻各判六年六個月 所以我們真的一點 想要活的希望都沒有 他就跟我講說 你拜的都是假神 我介紹真神讓你認識 我跟他講說 什麼叫做真神 他說耶穌說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耶穌 然後我就跪下去了 因為我毫不考慮地跪下去 他看我跪下去 他就跟著我跪下去 他就教我怎樣認罪悔改 結至信耶穌 然後我們就 結至以後 我們就起來分享 他就叫我每天要讀聖經 就是早晚一定要讀真言 是給我們智慧 然後詩篇是給我們神的話 以吃營養 然後時間過得很快 他就回去了 已經凌晨兩三點 結果很奇怪 我那六十顆安眠料 竟然不用吃了 就想要睡覺了 結果就一一睡到天亮了 然後早上六點多起來 就心情很好 頭也不會痛了 就坐公車要去咖啡 撿餐炒菜 竟然很奇怪 看的都是十字架 十字架的教會 我心裡想說我以前 怎麼一點智慧都沒有 從來沒有看過 什麼叫做十字架教會 然後那一天去炒菜 清神很好 因為我歐巴桑 他九點都會拿水 叫我趕快吃普拿藤 不然我沒吃完 鹽巴在哪裡我都不知道 然後我普拿藤一吃 我跟他講說我昨天信耶穌了 我都不用吃 他說你把我打死我也不要信 昨天晚上信耶穌 然後今天就不用吃藥 我說真的 然後很奇妙 我們那中午炒菜 竟然我剪一頓的菜 可以吃三天吃不完 然後我們晚上去洗餐盤的時候 竟然有一個德國人 叫了一顆龍蝦三千多 好好的都沒吃 我大兒子好高興 他以為說是不新鮮 他不吃還是怎樣 他就用英文跟他講說 這個龍蝦很貴你怎麼不吃 他說他在家裡吃得很飽 客戶打電話說要A 要A來這邊談Case 所以他吃不下 你知道當時我那大兒子真的 高興的趕快把那個龍蝦端進去跟我講 媽媽我跟你講這個很貴 三千多都好好沒有吃 我說真的感謝主 我們光昨天信你看 今天就賞賜給我們 趕快包起來回家跟爸爸一起 大家就 因為我們好久沒有吃到 這麼豐盛的一餐了 給大家慶祝一下 所以變成說 我們隔一個禮拜以後 我們就東府長老教會 二三十個弟兄姊妹 還有夜宵夜宅老 七個教會的弟兄姊妹 到我們家裡去除偶像 就把這些神明啊 主天的牌位 通通的悔改信約書 然後我們八十八年八月一號 全家就受洗 那受洗以後 我們的福分更不一樣 就把我們領到我們這個公司上班 對 後來那些債務就自動消失了嗎 沒有我們八月一號受洗 然後八十八年八月四號 就要出庭 因為我們出庭都 一兩個禮拜就要出庭一次 每次都很不平安 每次去都黑道一大堆 那我們八月四號要出庭 我們心裡就覺得很平安很喜樂 因為我們有夜宵的同在 所以我們那一天出庭 我們兩個人都很平安很喜樂的出庭 但是我還是交代我兒子說 兒子啊 雖然去耶穌 但是也是還要照老規矩 一個鐘頭沒有出來還是要報警 結果我們就出庭了 很奇妙我們去的時候 有看到五六十個黑道 在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更奇妙就是 我們以前出庭 法官都對我們好兇 都一直罵我們 然後叫那些告我們的人 趕快把資料收集好 要趕快把我們兩個人關起來 那八月四號竟然很奇妙 不知道我們這位真神 怎樣跟這個法官講 那一天出庭 他面帶笑容 和諒可親的 對我們兩個人講話 很客氣 對那些告我們的人 凶巴巴的把那些答辯狀 都一直丟 一直罵他們 更奇怪就是說 我們一出來 五六十個黑道都不見了 我說感謝主啊 什麼耶穌這樣好 讓我們不但得到平安喜樂 而且這樣我們就官司這樣 陸陸續續這樣一直出庭 到八十九年七月三十一號 先判無罪 因為神也保守我們 然後我們就不斷的去傳福音 做見證 就是為神擺上 然後神就把我們一倍熟悉手求的 都通通試給我們 每個月幾乎都給我們領了四五十萬 有時候還有五六十萬 我們就不斷的一直還給人家 是 感謝主 那現在好像又東山再起了是嗎 謝謝感謝主 現在從事是哪一方面的工作 感謝主 我之前 因為我以前就做那麼多工作 就不太順利 那我記得就是說 認罪悔改接受 然後之後信主之後 我什麼都變成新的 無論是人際關係 無論我的身分 完完全全都變成新的 然後所有的工作事業 神的保守 我在從一個小小的業務員 然後變成不到一年 都變成公司的副總經理 變成一級主管 然後我現在目前來講在於 這公司是皇上生物科技 就專門做一種 就是代替塑膠 熱力塑膠的那種 用電粉 手用努力 加上努力 做成一種比較高科技的東西 會讓塑膠袋 三個月 就完全腐爛 腐化掉了 幫助我們的地球 就是 資源回收 對 幫助我們的地球 建化地球 做我們工作 真的是全新的一個生命嗎 是 感謝主 那您的孩子現在 他們覺得怎麼樣 他們很平安很喜樂 因為我們信主以後 我們兩個人就全然擺上 到處一直去傳福音 就把我們沈天室那些 就失業失敗躲著 我們都叫他來信耶穌 還有我以前如果 要去拜神明的時候 1、1、1都五、六台遊覽車 然後我就趕快去跟那些人講說 我們已經信耶穌了 我們很好 你們趕快來信耶穌 所以他們也都兩趟就受洗了 然後我買普拿藤安民藥的 他也覺得說奇怪 怎麼都沒有來買安民藥 是不是北家打七折 他就跟我講說 王太太如果人家打你七折 我打你六折就好了 我跟他講說我信耶穌以後 就不用吃了 結果他也是悔改信耶穌 所以我們就一直不斷的 到傳福音受見證 所以我們已經到現在已經 帶五百三十四個人受洗了 謝謝 感謝主 真的是這一切都太奇妙了 我覺得說真的非常非常感謝 神在你們生命中所做的安排 也謝謝你們今天來 我們所做的分享 謝謝 親愛的媒體宣教夥伴平安 在主裡誠摯的感謝您 成為我們Good TV的天使 Good TV自從開播以來 神的恩典極為豐富 在我們的走過路径下 都遞下了祂恩典的自由 神為我們預備人才 器材錢財 祂是耶和華以樂的上帝 在我們所有的經費中 我們百分之百都來自奉獻 也就是您的奉獻 成為我們媒體宣教使命的一個支持 在此再一次感謝您 也願意與你分享上帝豐富的恩典 今年在祂恩典中 祂讓我們在台灣百分之百的播出 而且根據AC Nelson的調查 每一個月有兩百萬人左右 在收看Good TV 你知道嗎 這表示有一百多萬的目道友 在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何等的興奮 我們為向神祷告 求神透過Good TV 讓他們都能接受耶穌基督 成為他們的救主 改變他們的生命 跟他們的價點 我們不但如此 透過衛星的直播 以及網路 我們更可以 讓大陸沿海的同胞 東南亞全球的華人 來收看Good TV 我們深信在未來幾年 神要在華人中間做極大的工作 超過你我所能想像的工作 我們為此感恩 我們為此興奮 我們願意與您一同來同工 再一次謝謝您在主裡的支持 我們附上一件小小的禮物 是代表所有Good TV 向您說聲謝謝 也願您繼續在禱告中 來支持Good TV的事工 讓神的福音 能透過媒體傳遍到全球的華人 我們相信這是上帝的心意 再一次感謝您 也再一次盼望 在未來繼續以您攜手 做媒體宣教的夥伴的同工 在主裡誠摯的謝謝您 也祝福您 及您的家庭 您的工作 您的身體 願耶和華滿滿的祝福 與您同在 謝謝